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店里的招牌之一 跨界的 而且阿嬷的态度更是她的榜样 已经81岁的黄庄阿景阿嬷 每次到了外孙女林小玉的西式厨房 还是不太习惯 常常觉得炉台的火太小了 也嫌这里少了她从前吃饭的家伙 阿嬷是没电锅没吃 要从电锅炊 阿嬷卤肉要用电锅是她夺废的一道工 一开始要先把三层肉快滚后 陆续再加入冰糖打算好入味 即使这几年 林小玉已经向阿嬷学了一遍又一遍 但每回阿嬷来她餐厅的厨房 总会在一旁盯场 所以就会见到祖孙俩一人拿了一支勺 集在小锅前一起雇着一锅肉 对 她还是都会 其实师父她也都会说 那边可能还要什么事 每次都 这还有地方 满家辣辣辣辣 是喔 怕外孙女光顾着说她管得严 阿嬷更不放心外孙女说话分神 把肉烧坏了 旁边也很大吗 很大啊 很羊群呀 飞啦 觉得她要求比较严重 对 这么皱 对 因为她很熟练 所以她在一看就可能知道说 这边可能不太对 满肉饭可是阿嬷当年 经营快餐店的招牌之一 所以林小玉一直有个心愿 想帮阿嬷开一间好一点的餐厅 她一直有梦想 觉得她想要再开一家中餐厅 对 甚至就是比快餐再好一点的餐厅 因为我觉得做菜是她的 一直她有很大的热情 就算她再累再辛苦 可是就是大家希望她不要再这么累 可是她就觉得她做 她忙的时候 我觉得她是她最快乐的时候 这虽然是外孙女的观察 但阿嬷60多岁时 林小玉的妈妈 舅舅都劝老人家 该退休了 辛苦了大半辈子 林小玉知道阿嬷当年的不容易 我外婆觉得说 因为那时候在青铜 靠近九分那边 她觉得说如果让她的小孩 继续在那边 无法接受到比较好的教育 所以那时候他们有一段时间是 外公继续在那边做铁工 矿场里面做铁工 那外婆就是带着小孩 自己到板桥 年轻时分离各自辛苦 所以每次阿嬷到林小玉的餐厅 一定跟着一位护花使者 85岁的阿公 坐在餐厅的沙发上等着 有时就走到开放式厨房的玻璃窗看看 阿公很有耐心的慢慢等 厨房里的祖孙俩就继续看着 路屋上的肉 阿嬷的快餐店也是一个人 带着孩子离开矿区后 在大度会里慢慢熬出来的 一开始也不知道 他有手艺没有错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去经营一家店 虽然规模没有到很大 所以他就先去比较远的地方 就说他不用工资 然后他去帮他们帮其他面摊做 然后看他们怎么进货叫货 阿嬷不适自从学算前煮面打铃工 到自己攒下小面摊 几年后开了快餐店做便当 存下的钱才能让林小玉的妈妈舅舅 接受比留在矿区更好的教育 阿嬷是这样苦出来的 所以很多事到现在都还习惯一肩扛着 阿嬷有手吗 皱着没关系吗 没关系 没关系 那我看好了 其实他就是很爱面子的女生 所以他也不会告诉他妹妹说 她的手受伤了 然后打电话什么都一切造就 他也都不会透露出他脆弱的那一面 那即使他比较好了 然后刚好我在试菜 他来 他还是坚持他要炒肉 其实他手都在发抖 过年前阿嬷在浴室摔伤了手 复健了好一段时间 儿孙都还在担心 卢宾的阿嬷已经看不下去 慢工出细活的外孙女 干脆自己加快了手里的速度 阿嬷看不下去 他每次在看不下去 直接接手 等到肉已经灼上了酱油色 香味也出来了 阿嬷又念着厨房没电锅 以前为了让卤肉更入味 他总会把起锅的肉 再放进电锅里继续蒸 让肉嫩 脂也多 他刚刚还在一直跟我抱怨说 你们这个没有电锅真的不OK 对 可是我们就一直试给他味道 有一个是他从家里 他自己用电锅卤来的 然后我们这边用烤箱卤 然后让他吃吃看 不跟他讲说哪一个 我们就夹起来让他试试看 然后他那一次觉得说 真的没有差别太大 阿嬷勉强答应的方法是把锅 盖上锡箔纸再多加点水 避免汤汁被烤箱收干 实在是稀释的厨房用不上电锅 而且林小玉也很难用小电锅 抓出餐厅的大用量 开餐厅前林小玉在美国待了好几年 念完书回台湾 他进了公关行销界 那时的生活围绕着各种国际精品 然后那时候我原本是想说 好如果今天我存够了钱或我有钱 我想要帮他开一家中餐厅 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 我就是觉得要有一个平衡点 那brill cheese这个是我在美国很喜欢吃的食物 那中餐厅我也不是那么熟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 那我就开我自己有兴趣的餐厅 然后再加上阿嬷的中式的他的菜一起做结合 烤过两小时的卤肉从烤箱拿出来后 在铁板上干煎一下 接着就是林小玉的混大新吃法 土丝上铺着生菜 一大块卤肉 再挤上调了酸奶的卤酪酱 林小玉说 这就是她在美国学到卤酪三明治的精髓了 因为我们cheese种类很多 对然后cheese片的话没有这么多 我们有时候会比如说杰克或切达cheese 两种因为我们每个吐司里面的食材 配的cheese都不一样 那甚至有些是两种混合的 卤肉的卤汁林小玉也不浪费 把它变成卤肉汁薯条 另一种跨界的三明治口味 就是阿嬷的炸排骨 它的东西真的大家都喜欢也好吃 可是没有人把它传下来 是一件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 那从小我又跟阿嬷很接近 从小我就在她旁边 那她只要我很忙 她就会丢一块排骨让我吃 然后我就在她背后吃或什么的 然后其实那个味道一直在我心里 以前阿嬷的炸排骨也是快餐店里的人气餐 刚开始阿嬷虽然很开明的赞成外孙女的新吃法 但总对于道地的台湾菜色进了美式餐厅 有点没把握 所以总叮咛着 她的菜就得按照她的做法不能改 当然也少不了常常到餐厅现场示范 我们有一阵就说你真的不能这样子 我们一定要自己做 然后我们就做 然后她在旁边看 过了一个晚上 一大早她六点多打给我说 她觉得这样不行 她开始跟我讨论说 她觉得她昨天 我们昨天做那个 她觉得不合格 不及格 她没办法接受 她说今天她要再来 开店前几个月 阿嬷反复来示范盯场 力求把做工和味道都稳定住 我来我来 吃了 下锅油炸前把排骨的筋拍断 让肉片完全舒展开来 才不影响口感 林小玉连忙阻止 手受伤的阿嬷别再拿锤子 不过等到要用米酒 蛋 酱料 腌制排骨时 阿嬷的手还是忍不住伸进盆里 抢着要再做给外孙女看 而炸排骨的太白粉 番薯粉 林小玉本来是直接向厂商叫货的 为了这一点 阿嬷曾念过她好几次 所以她就坚持说一定要我们去 她惯有趣的菜市场去买那个粉 跟太白粉跟番薯粉 她一来又说你们怎么又还没有换 隔天她就自己从菜市场提了两大袋 然后叫我舅舅再来 就说你们以后就都一定要用这个粉 因为阿嬷对做吃的总是很用心 也才有几十年经营出快餐店养育子女 所以就算林小玉开了餐厅后常常被念 但对于厨房的事 她也从不对阿嬷回嘴 因为我们只要过年过节或者是有谁生日 阿嬷一定会卤肉 她觉得这是一个传透 那排骨是她很常做 就是我们回家晚餐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她就会 就是会有排骨 其实我阿嬷说她会一直想要做好吃给大家 是有点弥补 她觉得小时候没有给我妈妈 还有我舅舅他们吃好的 懂得阿嬷的付出 所以不但要把她的手艺学下来 也要把阿嬷的精神也延续下来 等排骨炸好夹进吐司里 淋上一层满满的起司酱料 这又是另一种有台味的卤肉三明治 留一点想要说 比如说是台湾跟美式的 好吃的东西的结合 那另外一个就是上一代跟下一代 那种美食记忆的结合 我阿嬷她的美食记忆 就是台湾的道地的小吃 像卤肉或者是排骨 那我自己的我觉得是三明治 Cheese 林小玉还研发了 蒜苗香肠起司薯条 或是米浆加了花生酱的奶昔 东方食物与西方食物的相遇 也是林小玉和阿嬷 祖孙两跨世代的连结 结合一段时间是觉得 天啊好辛苦哦 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搞成这样 我明明就可以光鲜亮丽的 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梦想 对 我想要有自己的创意去做出东西 那第二就是延续我外婆的一个手艺 因为是对家的付出 林小玉看得出来 厨房里的阿嬷总是不怕累 做得很开心 而她也想为阿嬷延续下这份快乐 不要辜负阿嬷也不要辜负自己的期待 就像你刚刚说的 不能说走就走啊 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一开始我说我要开店 我要去厨房 那我突然两天说不要了 那我不知道别人会怎么看我 或她觉得那你是你真的想做什么 你没有坚持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阿嬷教过她要一肩挑起自己的选择 林小玉和阿嬷学到的除了手艺 还有一种不轻易说苦的坚毅 有榜样可以学习是幸运的 像很多人是得自己摸索 从犯错当中学习 但广告之后带您看的这一位 不但犯错 他犯过大错重新开始 我一直跟我小孩他们讲 说我们既然是做手工的 既然我们强调是手工的话 你就不能脱工 每一个工序都要做得比较实在的